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黃金屋 我是你的好朋友John Lai 今天的嘉賓是一個傳奇 而且不僅是一個傳奇 亦因為他的出現 令很多人和事都成為傳奇 這位嘉賓是我身邊的王百榮先生 歡迎你 北榮哥 我真是覺得你是一個傳奇的人物 在影視界四十年 在四十年裏 因為你的出現 令很多傳奇的事情都出現了 例如新藝城 加入新藝城 令新藝城成為香港 可以突然間整個新浪潮裏 和以前嘉賀 邵氏 本來在第一樓電影公司平投爭市場 甚至還有超過姿勢 當時我們還是年輕 一班年輕人走在一起 想的東西比較新 當時我們真的有一個奮鬥房 可以甚麼都不做 為了電影去思考 想很多 當時人家不敢想的東西出來做 做出來的東西被大公司不同了 有點新鮮感了 再加上運氣 新藝城很幸運 搭到電影的黃金十年的快車 你和《衛生藝城》寫了一本書 講新藝城 是的 我的書叫《新藝城傳奇》 寫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寫了三本書 《新藝城傳奇》寫了一本《獨闖江湖》 另一本是我太太抗癌的 就是《絕處逢生》 《絕處逢生》 但這三本書是否代表你人生裏 三個不同的歷程 其實是可以這樣說的 《新藝城》是電影的黃金年代 我們有幸進入電影圈 就入了黃金年代 所以好像是一個溫室成長 加上運氣 所以拍出來的電影 大部份都買了 但到了《新藝城》 《新藝城》是十年 由1980年到1990年 這十年是《新藝城》最光輝的年代 九十年代 因為我其他兩個拍檔 已經退出電影不做 所以我們沒有再做《新藝城》 於是要獨闖江湖 於是要獨闖江湖 成立了東方電影 面對導賣 後來金融風暴 有沙士等等 變成了真是獨闖江湖 以前是所謂的 從1994至1995開始 VCD出現 也是導賣的出現 令電影未正式上畫 午夜場上完後 已經通街都是導賣 直接打擊電影生意 然後再加上當時的回歸後 遇到金融風暴 後來飛電等等 這個黑暗期很長 一直直至SIPA出現 即是內地正式開放市場 開放合拍片 對你有甚麼好處 那是2004年1月1日才生效 在2004年打到1995年 這整整有十年是黑暗期 那是一個很辛苦的期間 但對於電影人來說 你如何面對這個辛苦 像你所說 那些導賣 我這麼辛苦 投資給那麼多錢去拍電影 誰知道 人家已經播了 本來想著應該有收益 不知何時才收回錢 你如何去接受這件事 所以在很多 你看到電影當年最高峰 一年拍三百部 跌到後來只有四、五十部 意味了甚麼 意味了很多人不拍戲 很多人轉行 即是很多人離開了這個圈子 唯有剩下的那些是死硬派 即是我其中一個 覺得電影一直都做 一路希望在明天 結果這些希望熬了十年 終於希望真是來了 在2004年1月1日 SIPA開放合拍片 一個十三億人口市場 開放給我們 當然開放這個市場 都是要經過一段時間去奮鬥 總而言之前途是一片光明 八明哥說 其實SIPA這件事是公開的 全世界都知道的 但你怎樣能夠抓住這個機會 把電影發展 當時香港的電影很困難 唯一我們要轉合拍片 合拍片當時來試驗 應該跟著潮流走 因為在合拍片未開放之前 有兩套電影在內地都很收得 一套叫做《惡夫廠》 另一套叫做《英雄》 所以第一套合拍片 我們嘗試試水 是一套由徐克拍的叫做《七劍》 是大製作 因為前年兩套都是大製作 這套片在香港做八百萬 但內地做了八千萬 證實了內地市場 是十倍大於香港 於是我馬上要把握這個機會 拍動作片 動作片其實不是我的強項 我的強項是拍喜劇 但要面對時勢也要拍動作片 拍動作片最重要的是 有動作演員 但當時有些大牌 成龍、李連傑那些 我們請不起那些計美金 唯有找恩子丹 因為恩子丹在《七劍》裡 跟我們合作過 當時的恩子丹仍是合理的價錢 於是我們跟恩子丹簽了三年合約 一年打造一套動作片 但也不是馬上成功 我們跟著是龍虎門 龍虎門都是做五千多 是跌的 到導火線三千多 由八千一路跌下來 頗稠 很緊張 是否真的不行 所以到最後那部電影 我們就拍 不如拍功夫 因為前面《七劍》是武俠 龍虎門是漫畫 導火線是香港的警匪 一直在研究 尤其是為何警匪不行 因為內地觀眾都不明白 香港的情況 不如拍功夫 拍些大家都沒有地域性的東西 功夫有很多人拍過 黃飛鴻 霍元甲 但這些有得比較 不如拍一些沒有得比較 於是我們選了李小龍師傅 葉敏這個題材 當時葉敏已經有人說要拍 會否有一種困擾 有些困擾 有些困擾 因為有行家說拍了很多年 到底拍這部電影會否有 版權上或各方面的問題 於是我們找到葉敏的大仔 是葉準老師傅 他也是在教詠春 也得到他同意做我們戲的顧問 因為他已經是八十多歲 也希望在他在生前 可以看到有人拍他爸爸的作品 所以在他同意的底下 我們就拍了葉敏 這部電影很幸運 在2008年聖誕上映 我第一部電影可以打入大陸的億元俱樂部 即是一部電影過了一億萬票房 即是很厲害 所以我說八明哥 因為你的出現產生了很多傳奇 其實經過你的電影 也產生了很多影帝 這是要他們的演技勁才行 有很多演員也得過影帝 你是如何選擇你的班底 你覺得適合使用 我通常由戲找人 另一種是因人去量戲 大部份都是戲找人 因人度的戲有 譬如我剛才說《恩子丹》 簽了《恩子丹》 當然要為他度身訂造 譬如《七劍》拍過《武俠》 《龍虎門》的《漫畫》 《警匪》 這三套都不一般 那麼功夫 拍了一套講詠春的葉敏 一夜之間成為搶首貨 葉敏二更衝破兩億元的票房 這是唯一的演員去量身訂造 有些戲不是 有些戲是因戲去找人 譬如我以前拍《開心鬼》 我需要一些學生 一些活潑的女學生 所以我要真的去找他們 不可以找大明星去假扮學生 因為假扮就不像 戲的東西一定要自然 以前我們很少去簽定一個演員 但以往也有 有一個演員 我們也跟他簽了一個很長的合作 就是張國榮 張國榮差不多在新日成的時候 跟他簽了合約 一直到他退休去加拿大 後來我做東方的時候 也找到他出來 一直跟他簽約 直到九七 直到不景氣 電影小拍 我們合約才停 因為張國榮也為了他 度身訂造了很多電影 包括很多喜事系列 我跟他合作 後期的《白髮魔女轉》 《夜半歌星》也是 哥哥是第一套自己做主角 兼監製的電影 你很早期已經簽了張國榮 你如何看得到張國榮的潛質 如何看得出來 我記得1984年我們拍了一套電影 《聖誕快樂》 那套電影是麥家、徐小鳳、陳百強 都是為主的 張國榮當時演出的戲份 沒有那幾個那麼多 但在拍攝過程中 發覺他很活潑 很活躍 所以在我做東方的時候 第一個就想到他 立刻在加拿大 請回來拍《家瑋喜事》 那套電影是東方第一套電影 拍完《家瑋喜事》之後 我又再跟他簽了一個長約 所以後來有《花田理事》 有《大富之家》 有《白髮魔女轉》 有《夜半歌星》等等 說完哥哥 可以很早就由眼光發掘到 哥哥去的潛質 看得到很遠的東西 還有一件很特別的 八明光臨發現你很喜歡拍賀歲片 賀歲片其實就是 在新加成年代一直有拍賀歲片 最早期是拍《最佳拍檔》 最佳拍檔頭三集都是我寫的一劇 三集每年都是拿票房冠軍 後來我覺得要轉型 因為看得到這類型的戲多 又要轉型 1988年我寫了《八星報喜》 講三兄弟的愛情故事 沒想到這部片 又打破了1988年中外影片最高的票房紀錄 三兄弟的愛情故事 一直放在我腦裏面 直至我做東方的創業作 加入起詞 其實我將《八星報喜》再翻辦一次 都是三兄弟的愛情故事 不過這次的三兄弟 就換了張國榮、周星馳和我 如果編劇那麼多 除了喜劇 還有一件很拿手的 你以前寫過悲劇 是否叫悲劇 讚人熱淚 我記得一個叫《搭賽車》 又獲獎金馬獎 但你很久沒寫過 當時在生氣城寫喜劇多 嘗試寫悲劇 其實我都是用喜劇的原理寫悲劇 寫喜劇 三分鐘要你一小笑 五分鐘要你一大笑 悲劇同樣 三分鐘一小哭 五分鐘要你一大哭 其實都頗離譜 坐賽車不斷擠眼淚 連隻狗都不放過 令觀眾哭得總出場 但當時博房很好 非常好 亦令到瓦巴主角的孫兒 拿了影帝 然後我再搞兩套悲劇電影 亦這麼巧 三個演主角的男明星都拿了影帝 第二套是《何必有我》的鄭則士 第三套是《阿狼的故事》的周潤飯 有否想過會再拍悲劇 悲劇我都會拍 但我覺得剛剛SIPA開了之後 我都說用了精力去拍動作片 當《熱敏》成功時 回到我老盆行 拍攝起事系列 當時我看到香港也沒有人拍 過年連這些河水的起劇也沒有人拍 我嘗試再拍《加入起事》2009 又沒有想到這麼僥倖 又成為2009年的華爾片票房冠軍 我覺得香港反而其次 因為我們最重要是進攻內地市場 我擔心喜劇有文化差異 到內地市場是否這麼接受 第一套《加入起事》2009 在內地做了四千萬 叫做《不錯》 第二年我希望突破這個關口 我就拍《古裝》 《花田起事》2010 即是《古裝》地域的限制更加少 在內地的票房 第二年做了六千三百萬 現在升了超過五十百萬 接下來第三年 我今年搞《最強起事》 最強起事 想想一些新鮮的包裝 例如找阿欣子丹 他從來沒做過《化妝師》 演喜劇的 雙拍子的復出 劉嘉玲的加盟 這些不是經常演喜劇的人 加上我和阿古天樂的原班底 幸好今年在內地的票房 很厲害了 一億七千萬 又入了億元俱樂部 又入了億元俱樂部 當我的喜劇 現在變了兩條腿走路 動作片我們會繼續拍 喜劇又繼續拍 成功了 回頭你剛才說的悲劇 又行不行呢 要嘗試一下 我想問 你現在說一條腿 沒有影片 一條腿就是喜劇 還有什麼喜劇你將會搞呢 會不會 因為這個喜事系列 受到觀眾的歡迎 在很多朋友 粉絲各方面 希望我拍攝我以前最拿手的 一個經典戲鬼 就是《開心鬼》 開心鬼 三個女生加一隻鬼 其實《開心鬼》有一個 大問題 因為內地不允許有鬼片 所以遲遲我都不敢再拍這部戲 後來想深一層 其實《開心鬼》有個前世和後世 前世是鬼 後世是一個超能力的老師 其實《開心鬼》就是一套 校園的魔幻電影 美國也有《Harry Potter》 也很成功 為何我們中國不可以拍到 中國的《Harry Potter》 所以在最近各方面的聲音 都要求我要拍這部戲之下 我們決定 既然經典的喜事系列都拍了這麼多年 經典的開心系列拿出來 所以我們決定會拍《開心魔法》 《開心魔法》 《開心魔法》會不會像何利會那樣 比較多特技 今時今日一定是多特技 當年的《開心鬼》的特技是很土炮 扯阿威也 甚至真的自己做的 例如我記得《開心鬼》 防暑假有個鏡頭 將籃球扔到後面 入網 你以為真是用特技 真做的 不過當時我很有信心 因為我站在籃球場中間 我眼睛看著對面的籃 我要扔後面的籃 結果導演說不要浪費時間 你浪費時間 你給我試試 試了10個踢都NG 導演想放棄 我說你再給我試 踢到第11個踢 那個籃球打了我框 一聲就行了 第12個我一定可以 結果第12個入網 這些完全不是靠特技 是靠自己做 今時今日再拍《開心魔法》 特技很重要 一定會給觀眾看很多新的東西 剛才聽到你扔波 其實這種態度 是否你做人的宗旨 信心 其實我覺得是信心 當時我覺得可以入籃 可以背著扔入籃 不知為何信心很大 譬如你人生裏 很多事跡裏 譬如你憑著這件事 令你衝破很多東西 我覺得做人的信心很高 如果連自己都失了信心 你做的事情不成功 曾經有一段時間 電影不景氣 連自己失了信心 所以拍一些東西出來 都好像沒有信心 你都沒有信心 觀眾怎會有信心 進來看你的電影 後來當你的信心回來的時候 你的電影前會好看 即是成功 是要由信心而到向的 我還想問一件事 剛才我們講了兩本書 白明哥你講了 第一本是《新藝性》 第二本是《獨廠江湖》 第三本還有一本書 《絕處逢生》 白明哥還未講 其實《絕處逢生》 是講我太太癌症 這件事都講了很多次 他在1997年發現了癌症末期 當時很多醫生都說他不能醫 也適逢電影最不景氣的期間 我唯有放下所有工作 和他一起去抗癌 算是雪上加霜嗎 真的雪上加霜 但也沒辦法 唯有放下所有工作 和他做這件事 當時甚麼都做了 但很幸運 很奇蹟 幫他 現在一過就過了14年 他都很健康 原來人生是沒有甚麼難得到的 困難得過遇到癌症 都可以解決得到 當時事業的不景氣 那些導彈是事業上的癌症 一樣可以打敗他 終於憑了這個信念 當時很多我們這個行業的人 都已經轉了行 因為不景氣已經放棄了 但我仍然緊守這個崗位 一直等到真正的春天出現 等到2004年SIPA出現 亦是電影的另一個春天再出現 你當年太太是說她那個 已經是最後階段還是怎樣 醫生因為打開了她的肚子 說她的肚子都是癌症 不能割 蓋上去 通常這叫open and close case 通常是不行的 再加上她有細菌感染 其實她最嚴重的情況 她就躺在病床 這裡插條 胃後 這裡插尿後 這裡有呼吸 總之這個人就像吊線公仔一樣 其實看到這個環境 真的很困難 但當時不知為何自己也有信念 那信念是說她一定沒有問題 她一定可以治好 不知為何信念會這樣來 而我用盡各種方法幫助她 包括世衣 眾議 氣功 甚麼都做了 真是有奇蹟出現 所以我覺得人生的困難都可以解決得到 事業上的困難其實不當得一回事 一件可以解決得到 很多年青人可能會覺得 這件事又做不到 那件事又做不到 政府給的東西給我們不到 社會環境又不好 我們覺得人生沒有什麼前途 如果聽到八明哥這樣說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種人生態度 沒錯 我覺得年青人 不應該有那麼多元氣 社會上也不應該有那麼多元氣 反而給自己一些信心 即是我覺得這件事我做得到的 只要你覺得做得到 你就做得到 如果你覺得做不到 就一定做不到 做人也好 患癌症也好 我舉多個例子 其實當時我很小時候 我姑長我姑媽 她倆都是患癌症 那我姑長先患癌症 她患癌症 但我姑長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當她知道患癌症之後 醫生都說她最多五年命 她不管了 吃喝玩樂 看得很開 結果過了十五年後 後來她離開的時候 也可能與癌症無關 因為她年紀很大 有癌症 相反我姑媽 就是持她一兩年有癌症 但我姑媽是一個很悲觀的人 她患癌症 她每天都說 糟了 糟了 你自己都覺得不行 天哪會幫你 結果很快就不行 這是兩個人的態度 有絕症的人 你覺得你會打贏她 你就真的會打贏她 如果你覺得自己都會輸給她 你就會輸給她 同樣事業 任何事情 甚至一個比賽 如果你落場比賽 你有信心就贏 那場球你會贏 打麻將也是一樣 你一坐下去怕輸 那場他們一定會輸 那場麻將 今天很多謝白平哥 上來不僅介紹她自己寫的三本書 《新藝城》 《獨廠江湖》 《獨廠江湖》 《絕處蓬生》 還教我們一些人生的道理 教我們一些信念 白平哥今時今日去贏 贏什麼 信心 他覺得一定有得做 他知道怎樣才是贏的秘密 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那件事就會有信心 讓你做得成 大家記得聽白平哥的話 今天時間到了 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 拜託